大家好,我是rico,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 上一课我们已经把这个anert dialog成功的封到了这个dialog fragment里面,并且在前面的activity 已经把它调到,ok,这个一葫芦画瓢 这个我们接着来写,那么这个地方 date和time跟这个是一样的,那无非 你这个地方return new 那么date我们来看一下,date有没有这个 那date不是有一个datepicker dialog吗,不是就他吗,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方法 这个是它的构造函数 然后这需要四个参数 首先这个continx跟上面是一样的 你这个不是需要一个它所在的activity的上下文吗 给它,第二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什么呢 因为这个date date dialog最后是弹出一个选日期 年月日的那个框 然后你去写 当用户选了以后呢 你这个会有一个回调函数 那这个回调函数是什么呢 就它嘛,对吧 datepickerdialog.ondatasetListener 这是一个当你选择了这个日期以后这个监定器 你在这个监定器里面去写 当用户选完了这个日期以后 你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要写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这个地方要导一下包 import 然后这三个有一个year,month of year,day of month 这三个参数又什么意思呢 那这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就是说 当你那个框 那个选日期那个框弹出来以后 它当前选 当前那个上面显示的是哪一年 哪一个月 还有哪一天 那OK 你当然应该取现在的让用户去选了 那没有 这个怎么办呢 那我给你定一个吧 对吧 year 那么这year怎么获得呢 这三个 其实这三个你都可以通过calendar类来获得 所以我们先去建一个calendar 那么calendar类的这个对象获得也是get instance 这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单例 单例它不是通过new的 那OK 这个year等于多少呢 c1.get这个方法里面去调calendar year 也就是说或者当前这个时间的年 所以你弹出来它当前选中的年就是现在所在的年 对吧 这year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month 对我们把month也写了 month 好 month month就等于c1.get 这个是这个月 然后呢还有一个day ofmonth 那等于c1.get 好里面又是calendar 点什么date 我们来看一下 这好 正好有一个day ofmonth 1月中的那一天 对吧 是不是这个 好 这个最后返回 这个breaker不要 这个breaker不要 然后这个分号 OK 然后这里面 这几个参数又什么意思呢 这个databaker就是那个view 这个是那个弹出来的那个日历 好 这三个这三个也是yearmonth和date 但跟这个一比较 这是用户选择 就是当用户 不是你给他一个选吗 他最终选择的东西是谁 这个是初始化弹出来的是谁 所以这个是select select的year 然后这个是select的 就是用户选择的月份又是多少 那你最后要的值应该是这个值 对吧 而不应该是这个值 不是下面的那个参数值 应该要这个 这个所以这个是select的点 这个date 我就不写那么多 那OK 我们来还是这个先打印一下 tourist的点 好 这个get activity 好 这个显示的内容 那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就是select的year 加上你这个不就年吗 然后再加上select的month 这不就月吗 然后你再加上select的date 这不是就是日吗 对吧 年月日 好 像这种很长的啊 你就格式化一下 然后把这个参数理一下 换下来 最后是点 好 这个是显示的长短 tourist 点 short 不用写是太久 这不就他吗 算 这个 OK了 那time 我们来再看一下 time 这个跟这个一样 基本上是一样的 你这个new 那你就time pick dialog 完全都一样 然后我们又看它的构造方法 对吧 那这不是又一个回调函数的这个吗 我们来写一下 你 好 这个 我们就选这个嘛 要这样写 它才会把那个打出来 好 就选这个 第一个 上下文 activity数再上下 获得activity的引用 第二个 回调函数 好 on time sit listener 下面这两个也是 弹出来这个选择时间的初始的 这个现在的小时和分钟 这个参数呢 是说你是想以24小时制 还是12小时制 所以这个是一个布尔制 这个是一个布尔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我们先把port 把报导 这是一个布尔制 好 这是一个布尔制 对吧 布尔制 在这 所以这个如果24小时显示 我那去 好 这两参数又是没有 对吧 没有 很简单 你这个是不是跟上个一模一样的 sear 等于calendar 点 get instance 获得这个对象 然后你hour没有 OK 我给你 我给你构建 取得当前这个框弹出来 取得当前的 这个小时 get方法 然后是calendar 点hour 我们来看一下 hour of day 刚好有 对吧 这个参数 然后另外一个minute 分钟 minute等于cr.get calendar 我们来看一下 搞定 然后这里面 这个回调函数的两个参数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用户最终选择以后 select 选择的那个小时是多少 这个是用户最终选择的那个分钟 是多少 那你要的是他 对吧 所以我这个都偷偷下来 把这个copy一下 copy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 这是10嘛 小时 然后呢 这个是分钟嘛 对吧 就是分钟 后面这都没有 没有 就是删掉 不要 你最后就这个 是吧 OK 这边这个dialog就封完了 封完了 OK 我们再回到这边调用 调用其实这 都是去创建这个对象 但是只是给的这个标示 不样 那你这个是要date 然后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要的是 这个是time 好 这个在这 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效果 看有没有 那下面这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